結束了幾天的假期 現在就打到回府了 回溫哥華之前就要去加油 我這輛就不是電車來的 只是電油混合的車 始終都是要加油的 很多人就說 是不是城外面那些 汽油比省城那些 不是便宜得很多 但是便宜少少 始終都要加滿油 我就會安心 我就會是這樣的 就算還有兩格油也好 我就必須要先加油 今天雨勢稍微沒有那麼大 天色又沒有那麼暗 看到對面的湖 也看得比較清楚 沒多久之後 我亦都會過來這邊 我都會定期過來的 這個溫泉真是 事實上是很容易過來 過幾小時車就過了 也都不會太遠 也都不會太過疲勞 所以來這邊 就是比較方便 如果你是希望 折省金錢的 不想入住這間酒店 其實這裡也有一些 公共的溫泉池 那些水就是一樣的 但是它就是大眾的 好像是幾元左右 一張票 但是我還沒試過 也聽很多人說 不想在這裡住 就可以過來 即日來回 我上次來度假 將一部影片分享出去 有一位網友留言 他真是很聰明 簡直是聰明到坐巴士進來 真是歎為觀止 還要是職日 真是很聰明 住這裡的酒店的價錢 一般的房間是三百多元 也有一個酒店稅 如果做SPA 每天的療程大概是四至五百元左右 而講到線食 三餐都在裡面吃的 都不會出來吃的 其實出來這個湯裡的餐廳 價錢都是差不多的 不是便宜得很多 分分鐘有時候更貴 所以大概 如果你不做SPA 你只付酒店的錢 和吃飯的錢 如果你做SPA 連住連食連SPA 大概一天 約一千元左右 好了 加滿了油 現在就真真正正 打到回府了 今天這條路 比我進來之前 就好了很多 起碼天朗氣清 中途下不下雨 應該下的可能都不會太大的 在這條路 加姐又很厲害 跟大家聊天 有些朋友很好奇 加姐 你說那麼多 你有沒有寫稿的 我沒有的 我隨口而出的 如果寫稿 我可能整個幾兩個星期 都出不了一條片 以我出片的速度 和說話的程度 我根本上是寫不到稿 想到哪裡 講到哪裡 講到這裡 加姐都很抱歉 希望大家網友 體諒 加姐就是講到哪裡 就是哪裡 東拉西斜 都是以一個朋友的形式 跟大家聊天 分享一些日常 不是去教大家些什麼 加姐根本沒有本事去教人 中文程度都不是太好的 盡量用中文來講 我都知道有很多 住在唐人街的依依 都有看我的視頻 盡量全部用中文去講 很多其實那些依依都是講台山話 但是台山話 我可能真的懂幾句 我都不是很厲害講台山話 四一話 講回我們港府話 在這條路裡 我又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年為什麼 家裡移民來到這裡 會在 小鎮那裡來 生活 其實有親人 是很早很早以前 追回應該都有一百年了 他們很早很早就在鄉下 去到那裡來謀生 當年這一批先祖 因為鄉下地小人多 耕種出來的東西 都是自己不夠吃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 就會和鄉下的兄弟 去漂洋過海 去金山那裡打工 其實當時都不是捉鐵路的 他們只不過過來做一些小生意 例如賣一些唐山雜貨 雜貨普賣的東西不是很多 但是他們都很多做的東西 例如幫華工去寫家書 寄錢花鄉 這樣 當時有很多華工來到這裡 他們不是很識字 他們又要寫家書 也都希望買到一些唐山的雜貨 在這邊就開雜貨普賣 後來他們就 到了三四十年代 他們省到 傳到一些錢 就在VC省 和一些中部的省份 就買到一些農田 之後他們年老 年老之後 就希望有人繼承 而他們也沒有什麼人繼承 當時希望親戚 有人過來幫他們去接手 就是一個這麼簡單的原因 我相信在那個年代過來的人 很多都會在省城裡去生活 相對來說是比較容易生活 至少華人都多幾個 碰口碰面 至少可以圍爐取暖 我在這裡講省城 其實就是很多早父輩的人 他們都是這樣說 省城的意思 不是特止一個哪個城市 是省城的意思 就是他們用開 省城和鄉下 鄉間 大家都明白的 我自己上一輩 他們畢竟是在香港 他們也是受過教育 真的不是說是鄉下那邊直接過來的 所以來到這裡 語言來說都是OK的 你說是否很厲害呢 不是 但是應付到日常生活 來到農場 其實在加拿大不知道 那些人知不知道 加拿大幾百畝地 其實不是需要很多人守的 基本上是一兩個家庭 就可以管理到一個很大很大的農場 因為很多都是依靠一些農業機械去操作的 例如好像你翻土 多數都有聯合機 農業機在這裡 爬到泥 而灑的種子和落的肥料 全部是用飛機的 有農業用的飛機 灑肥料、灑種子都是用飛機的 因為根本上用人手 你是沒辦法做得到的 根本上 而且你一望無際的田 那個田在那裡 那真是你走很遠很遠都去不了 這個就是有一句說話 就是見山跑死馬 你看到前面座山 咦很近了 去吧 真是開車現在OK的 以前你說用馬車的時候 真是可能走幾天幾夜的 好了 言歸正傳 做了農務之後 其實平時也有些時間 就意識到其實在農場附近 很近的就是HR1 大概是半個小時車程 就出到HR1 那一帶方圓一帶 上到阿伯達省 Kalculi那邊 向東走 當時來說是沒有什麼餐廳的 Kalculi那邊呢 就屬於是大浮一點的 那邊呢也都是有 但是呢你真是 中途都有一段頗長的路 那就看著這個地方應該是 有些商機的 那就試一下水溫 那就是做一下灘管 那當時選擇那個位置呢 那旁邊呢就有一間那些 那些Motel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Motel Motel就是那些汽車旅館 那還有個油站 那油站也都有一間濕仔 那些是買一些糖果餅乾 那樣的 記上信 那就趕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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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沒有一間正正經的餐廳 去到差不多一個多小時才有 鄉村式酒吧餐廳 而那間餐廳 當時有很多的那些 駕駛荷里電單車的人 會聚在那裡的 那想想前想後 咦 會不會是做一間餐廳呢? 在地方做餐廳 感覺到家庫當時的決定 他就覺得是做西餐 因為如果打正其號做中餐 始終這一邊多數都是本地人、白人 或者是一些原住民、土住的人 他們對於中餐那種炒菜式 他們可能很興奮地吃一餐 之後他們就不會來的 即是來來都不會來的 你開一間餐館 你就是這樣的情況 你就真的可以收拾 但是當時來講 就決定做西餐 早上基本上是有個Beverest 中午有Lunch 晚上有Dinner 真是當時來做 聽說他們都是摸著石頭過河的 試一下試一下來做 早上完全是西式早餐 但是早餐都是那幾樣的 其實是很好做的 都是一些托士、炒蛋、煎蛋、煎蛋 來吃飯的人都很nice 以前很流行 上門推銷一些物品的人 人都過來吃午餐或者見客 早餐焗幾種不同口味的Muffin 煎熱香餅 都是很大路的早餐 咖啡就滲滲滲 這樣就已經可以了 還有些腸仔、羊、Bacon 必須的 早餐就供應到下午 最多就增加一些湯、意粉、三文治、漢堡包 這樣就已經是早餐 在當時來說好像是兩個半至三元一份早餐 包括是有那杯咖啡 而那杯咖啡就是你可以喝喝的 不斷可以加給你的 當時是兩個半的早餐 有些如果是吃得簡單一點 就可能過半、過七 但是如果只是外賣咖啡 就兩毫至一杯 好像是兩毫或者兩毫半 那個年代的價錢 慢慢慢慢就把這個地方聚腳 因為他們方圓幾十里 都沒有這些聚腳的地方 很多時候他們碰頭 要談一些什麼 要談一些農務 要談一些農場的事情 他們就會約在餐館那裡來談 在那裡喝咖啡 在那裡吃早餐 慢慢慢慢就聚腳 所以也都是證明了 不要太堅持自己的族裔文化 我一定要開中餐館 真的要入鄉隨俗 入鄉隨俗是生存空間會更大的 因為人始終都是要謀生的 要生活的 養妻活兒的 你太堅持自己的事 有時候就不是太過行得通 開這種餐廳 是挺成功的 後來就慢慢慢慢就做步飛形式了 因為你炒起了那些菜 你真的請一個半個廚 就已經是搞定了 那你炒起了那些菜 那你就有那些菜 有蓋子的 下面有個酒精爐 那些人來到就各式其式了 他喜歡吃素菜 或者他喜歡吃肉的 或者他喜歡吃deep fry的東西 全部都在這裡了 湯你又可以是做一兩個不同的湯 大概是一個多星期 然後又換一次的餐單 不斷地循環來換那些餐單 所以慢慢慢慢 因為那裡的地方比較大 旁邊基本上 就真的可以停幾十部車 十部八部大的貨櫃都沒有問題 因為有大的空地 很多人就成為標誌了 就說去那間餐廳吃東西了 在鄉郊的地方 很多人都是習慣早睡早起 他們很早起床的 5、6點他們就起床了 他們做的農務 就是做管理農場的一切工作 最遲做到下午2點多 3點鐘左右 他們就回家了 那些作息時間 也是很固定了 他們的晚餐 基本上5點鐘就是準時吃的 所以餐館8點鐘就打仰 因為你再做下去 都沒有客人來的了 基本上他5點鐘來吃飯 或者5點鬆點來吃飯 吃到7點多鐘 基本上過一輪客 就已經做完了 那晚餐多數都是做一輪客的 可以是不接order的了 除非有時真的準備打仰 要洗東西的時候 可能路過有一兩個司機 他們機場滴滴 真的用一些很狠切的眼光 有沒有什麼東西吃 那些就立刻會做些三文字給他們 那真的在這條路上 有很多這些司機 他們有時趕到來都已經很晚了 這些情況之下就會比較特殊 所以旁邊的那間汽車旅店 基本上能住進去的人 都會過來吃飯的 大家就是互助互利 我們開了一家餐館 也都帶旺了他們 有時很多客人也帶旺了我們 慢慢的 我們的位置就成為一個中心點了 在一些荒膠的地方 是很有趣的 為什麼麥當勞能夠成功呢 大家上網看看他的故事 他是去開山砍石 在一些不為人知的地方 開墨記 接著右站就搬進來 接著又有人來興建那些酒店、旅店 慢慢那個地方就輕旺起來了 家裡也都是離間餐館不是很遠 半個小時的車程 就算下大雪也好 都是很快就回到家裡了 這種日出而作、日落而飾的鄉村的生活 也都是有很多很多的時間給父母去教導自己的子女 當然在小鎮裡面他們也有學校的 當然那些學校的規模就沒有得跟省城那些比 沒有得跟蘭古巴那些比的了 講到這裡我又覺得很好笑 我猛在這個影片裡講省城 可能有一位觀眾就咬牙切齒了 他不知為什麼對這個字這麼敏感 我想到他的留言 我一邊開車我自己都在這裡偷笑 言歸正傳 當時最大的娛樂 放了學就在餐館裡玩 幫忙很小時候也要幫忙 就話頭醒美的了 例如要放好一些刀叉筋 咖啡蜜 做一些比較輕便的東西 小時候那時候 因為放了學我一定是回到餐館的 吃完飯之後 媽媽就會先載回家 就不會等到打仰 大一點就很厲害了 懂得下單的了 又有娛樂的 因為以前 每個人都是有電視機的 餐館也是設了幾部大的電視 那時候的大電視 現在就是小毛見大毛 那時候屬於大電視 現在就真是 我想現在都沒有那種尺寸的電視機 賣了 那有什麼娛樂呢 就是看Hockey 看冰球 那時候就 雖然是幫忙家裡做事 也是很小的 但是呢 就整天 一隻眼就瞄到 在電視裡面 就看打冰球 這個愛好就延續到已經 老了 我們都是有這個興趣的 我又很喜歡聽那些 亦都很羨慕那些 講球賽比賽評論員 他們說話又快 反應又快 我那時候就很羨慕 我那時候 經常自己在想 將來我講話 好像他們這麼流利就好了 我就可以去講球 講打冰球 當然啦 這些是童年的童年無忌 亂說話 到今時今日 琦姐都不懂怎麼說話 永遠都做不到那一份 以前就是最大的娛樂 家父呢 亦都是有很多的書報 我都在上一集說到 他就在唐人家一間書局就訂 有時一訂就一個星期兩個星期 報紙、雜誌、書 出到去溫哥華都買很多 這些就是真是主要的精神糧食 對於他也有很多英文的書 爸爸也都很喜歡聽英文歐西的歌 亦都是黑膠唱片的發燒友 而且家裡有一部那些小型的放電影的那些機 有空就放電影給我們看的了 在小鎮就是靠這些娛樂 當時聽新聞 我記得都是看電視新聞的 有沒有電台 我真的不太記得 可能有都收不到 因為遠離城市 幾百公里之外 所以很多時候可能都未必收到電台的廣播 心靜下來 你看書就看得入腦了 還有新教研教 拿一些報紙 他讀一段 他就說你希望今天你讀一段給爸爸聽 慢慢慢慢等於每一天都好像翻一個中文的課程 就是去翻一個course 慢慢慢慢儘管不會寫也好 這樣都叫做是會講 很流利 這些就是童年生活的一部份 以前的加拿大實在是很美好的一個國家 現在回頭看回看 當時來加拿大生活的那一段歲月 是加拿大最美好的一段歲月 無論它的國情 它的經濟 它的自然環境 很多很多東西 我總是覺得好像 現在是金飛色彼 我不知為什麼 不知用這個詞對不對 現在真的變了很多 當然每一個地方都會是變的 這個是一個進化論 不要在這裡停滯不前 很多人現在來移民 我相信也很少選擇搬入一些 這麼偏僻的地方住 但是說回頭 儘管是偏僻 但是生意是很旺的 是賺到錢的 說實話 那時候買房子 不要說在農場那些房子 任你建幾大間都可以的 農場那些房子是不需要交地稅的 在溫哥華買房子 那時候都是幾萬元一間房子而已 西溫那些房子 都是11、12萬已經是很大的房子了 或者如果你是買得再漂亮一點的 可能是十幾二十萬已經是很漂亮了 說回那個年代應該是 六十年代中後期至七十年代初 怎樣是經過工作的報酬去儲蓄到錢呢 因為你在一個小鎮裡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消費的 這個油站那裡只有一間那些濕仔 買些糖果餅乾、汽水 你十元仔的零食 充其量就去買些棍仔糖、餅乾 汽水多數都不會在那裡喝的 因為餐館裡面都有汽水喝 充其量就去買那些東西 買一些香口膠 就算過年、生日、父母給那些利是錢 都根本沒有訂購的 在那些地方 你如果真的做到一間餐館 也都是吸引到方圓幾十里的人來光顧你 所以以你的餐館為聚腳的一個地方來講 你是賺到錢的 而且是節省到錢的 因為沒有訂購的 你花了 你每一天天亮就開始忙餐館的事情了 很多人可不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在前兩集我講 你如果是想進去那些小城鎮 那些父仔那裡住 你一定要託方精神 你一定要耐得住寂寞 錢是賺到的 現在有很多人都去買一些餐館來做 做一些唐餐館 當然現在華人、亞裔人的人口比較多 有很多亞洲的餐飲 近這三十幾年 就真是深入民心了 真是本地西人他們都開始接受 特別拉麵、韓國餐 他們都很喜歡吃 對於唐餐我自己觀察 西人他們是多數喜歡去飲茶 他們很欣賞那些月色酒樓飲茶文化 但是對於晚餐那些炒的菜 他們不是說不吃 而是都是比例比較少 如果你一間唐餐館能夠成功 爭取到有三分一 最好就是一半數 都是本地的西人客 你是很成功的了 但是你這樣做 很多時候就故此失彼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迎合不同族裔文化 他們那種口味 我都見過無數無數華人說 美國加拿大的唐餐 真是都不知道什麼唐餐 是炒雜碎的唐餐 其實這些人呢 你一聽他們這樣說話 就知道他們對美國加拿大這個國情 是不了解的 就算他是移民也好 他根本上是不知道這一行的運作 如果你是做到非常之 很漂亮的粵菜 你只能夠是迎合回亞洲族裔的人 說句老實一點的就是 華人的口味 因為他們才懂得粵菜 或者中國菜 專門做華人生意 就可以做得很high class的 很正宗的 做到是米芝蓮推薦的 點心、粵菜 如果你要做本地人的生意 那些菜式是未必 本地西人他們喜歡吃的 所以有很多人 你如果是入到一些小的城市 或者小的湯仔裡面 去開代表你族裔的菜系 你不可以是一本通書獨到老的 你一定要改良的 世界之大人口之港 你不可以賺光他們的錢 你只能夠是匹一樣的 那一盆水你是匹一殼來喝的 所以就是你自己要有一個定位 而當初我們父母 選擇在西人人口集中的一個地區裡面 他開這個西餐廳 很明智之舉 開一間唐餐館 就真的很慘淡 除非你說接到一些旅行團 但是他們當年開的時候 根本沒有什麼旅行團 亞洲人都未曾開發到說 經常可以來這邊旅行 未必說經常有直航的飛機 還有當時的人的經濟 就未到達可以跨過太平洋 很自由自在地去旅行 是未有這種程度的 到了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 就多了亞洲的旅行團 但是我們在那個時期 我們已經是全身而退了 不做餐飲業了 而做過第二行 亞洲的旅行團 你都是要分中國人 或者日本人 或者韓國人 因為他們的口味都是不同的 所以如果是定位中餐這樣 你一定是找回你自己 族裔的那些客人來吃 但是西餐就不同了 韓國人、日本人 他們都接受到西餐的 很多現在的旅店 他們都有back and breakfast 他們已經是習慣了 是吃一些西式的早餐 或者是一些餐點的了 你去到日本 你都見到 他們意大利餐 真的做到清出於南 更勝於南 他們那個意大利意粉 分分鐘好吃 比你在意大利本土吃的意大利粉 無論品種、賣相、擺盤 是比在意大利吃的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留意 最初很多日本西廚的廚師 去到意大利不同的省份 去學他們很傳統的意大利菜 然後回到日本之後 不斷去改良 他們那個用料是不惜公本 還有不會和你計算卡路里的 大量的牛油、cream、sauce 是煮到那些意大利粉 是很好吃的 很多時候你在意大利吃意大利粉 他們都是用一些橄欖油、香草、青醬 或者是一些蜆汁來煮的 就未必落到這麼多牛油 去煮的那些粉 因為地中海的飲食 他們是偏於比較健康些 但是如果你在東京、大阪、北海道 吃到他們那些改良版的意大利餐 你馬上就覺得 好像日本那些煮得好吃些 就是一樣道理 如果你去到意大利 去到盛產意大利粉、拿玻里 甚至去到西西里島 他們煮的意大利粉 它的汁醬是一個紅醬 一個是白汁 白汁那些就是cream sauce 做一個奶油的汁醬 反而很多人選擇的就是 是用他們本土的很新鮮的番茄來做一個 tomato sauce 汁來煮意大利粉 你去到西西里島 它有一些墨魚汁的意大利粉 總之它每一碟意大利粉上來 它們彈球的口感是很清爽的 但是你在日本吃的意大利粉 每一碟都是大量的奶油、芝士 你吃到很creamy 但是你一邊吃一邊聊天 你吃到差不多 那些意大利粉開始冷的時候 你就馬上分別到 兩個國家他們做出來的意大利粉的分別 就是怎樣呢 日本吃的意大利粉 你就一捧上來熱辣辣 那時候你就趕快吃 如果它稍微冷了 它整碟意大利粉是很稠的 因為它裡面那些芝士已經瓊了 奶油也瓊了的時候 你看著那一碟意大利粉 你看到已經覺得很滑 但是你在意大利吃的意大利粉 你就算一邊去喝白酒 聊天聊到天花龍鳳也好 你慢慢品嘗 慢慢吃那碟意大利粉 它捧上來是什麼樣子呢 你吃到一半 你慢慢吃 你再去吃這一碟意大利粉 都是那個樣子都在 因為它主要的 都是用橄欖油去煮的 它不是加這麼多的芝士 牛油去煮那個醬汁的 所以兩種是不同吃法 所以我很多朋友就跟我說 他說在日本吃的好像好吃些 是啊 是好吃些 但是你要知道那一碟的意粉 分分鐘它的卡路里 可以去到八百或者一千的了 是很厲害的 它是不惜公本的 當然好吃 但是意大利人的飲食文化 它們是奉行地中海的飲食文化 飲食真是說開這個話題 又好像真是很多東西說 今期我亦都說了很多東西 亦都說了我自己的家裡的一些東西 又說了我自己的自己對飲食的一些自我感受 在加拿大開餐廳 如果你在城市裡面開中餐館 例如在溫哥華這樣 你是足夠有你自己的族群的顧客 去support到你的生意 但是如果你說我選擇在 以加拿大西人人口為主的一些城鎮 根據當地人的飲食文化 而去決定你是開哪一個餐種的餐廳 好了 現在又走了一大段路了 分開下一期再談過了